黑乎乎的泥浆不斷从庙殿墙边窜出 喷起来和人的身高一样高 还附随着浓浓白烟场面超震撼 旁边农天里滚烫的泥浆冒个不停 形成一个小喷泉 屏隆万丹女火山28号上午8点40分又爆了 这都前两三天 水稠和路边都清好 今天又没有了 如果严重的话 它喷发比较厉害的话 大概喷到二楼 泥浆从地面上流入大水沟内 壮观得像个小瀑布 今年4月8号采钢喷发过 没想到两个月后又来一次 原本喷发在庙外农田 这回又转移回庙殿墙外 让当地民众好困扰 不过也质疑这次泥火山喷发 是否与28日凌晨4点地震有关系 泥火山只要它蓄积到一定的水气能量 它就会喷发出来 它的喷发也跟地震也没有之间的联动关系 我们有要到山沟吗 采钢喷完的泥火山 没想到两个月后又再次喷发 村长表示前几天采钢清完淤泥 结果又爆发 这下又得花时间清理 让居民超无奈 记者张春华 罗彩遥屏东报导 像是病毒共存的话当然必须要配套 所以用汪汪水神来防疫 有效能够保护您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向下的推荐代码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